我们先来谈赖家老宅 我们发现在第一场证监发表会 赖清德说要做公益信托之后 民进党的动作越来越大了 现在转手为攻了 是因为国民党攻击赖宅的部分 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在长出来的 是92年才新建的继存维建 就是之前他第一个 他质疑说门牌的问题 第二个质疑叫做所谓的 他本来没有防射 所以不是所谓的老宅的 所谓的是矿工的旧宅的修建 其实到最后都是证明了 国民党跟新北市政府 配合侯总部来做所谓的造谣 跟说谎的工作 第一个讲说门牌号 其实叫变更门牌 因为其实叫变门牌 所以今天就有一个邮差 不是说之前就有84号了 84号就存在那边 但是之后变更门牌之后 现在才叫做所谓84号 所以所谓的不存在84号 所以第一个要理清的是 他到底有没有变更门牌 还有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 后来再长出来的 对 所以变更门牌部分没有问题 因为所有的门牌都会有 所谓的合并的问题 所以84号虽然是新的门牌 但是之前就有住在这边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房子 是不是新长的 卓冠星就公布了一个新的空照图 68年跟73年的空照图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这个68年都可以看到四栋房子 非常清楚 8988 85 84 那85号跟84号 这边有一栋房子 就是所谓的赖宅 他们旁边 其实跟85号是共用的 他们是同一户 然后切割的 也就是说一人一半的意思 85号84号是一人一半 现在本来就有 只是切割成两个门牌 对 那85 84 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73年的时候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84号这个屋顶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对照68年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原本一栋的房子变小了 变成只有85号 也就是因为被台风吹翻了屋顶之后 他们在原地重新修缮了 现在的赖宅 73年就已经修缮了 本来就有的 只是修缮 修缮 这是赖总部讲的 而且他们对照的空照图 是这样子 那新北市政府 他们用了一个 给美丽的对照图 那我们来VS一下 他们把所谓的84号就空飘到 所谓的幽灵到 飘到了这个树林里面 就这一片的树林 他们把84号定位在这片的树林 所以才说他叫做幽灵住宅 是从空地里面建出来的 所以根本不是一件做回事 所以他原本界定的84号的位置 就有问题了 他如果原本界定是在树林里 他就会说 他怎么后来才长出来 对 因为本来85号 这个所谓的一半 大家可以看到85号跟84号 他本来是这样一片的 比较大的 是 现在只剩下85号 只剩下这一片 所以他把84号定位在树林里面 其实就是已经飘逸了 故意要把所谓的赖清德的老宅 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 不是一个修缮的方式 来建建这个老宅 的方式来去抹黑所谓赖清德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他的目的 好 但我不太明白的是 这是航测图 这也是航测图 为什么航测图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呢 你就说这是人为趣 还是他经过套稿出现的问题 对 他是经过套稿 他把所谓的84号85号切割的部分 都算成是85号 这个就是最大问题 然后他把84号移到树林里面去 那原本84号85号就是所谓在空拍里面 大家看到就是这一整片 好 来 阿川 这个我们做这个国土的测绘 或者做空拍 或者是做卫星的这种摇册 基本上都有一个定位的点 第二个有比例 因为这个在拍的这个高度 跟你抓的这个范围有一个比例 是 同一个人 这个在国土测绘 在所有的地理资讯系统的教授都知道 即使是同一个老师 他在不同的时间点 拍了同一个地方 两张图都很难叠在一起 两张图都很难叠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定位点会跑掉 第二个那那个比例词会跑掉 这两张图 刚刚这个易善拿了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有没有错 这两张图都没有错 我没有说新北市政府 这两张图是有去做了什么动作 都没有 所以这是 你现在手上拿这是新北市政府的图 新北市政府的图 这个都没有错 因为这都是 他都有底片的不要 这都没有错 这两张图没办法叠在一起 这两张图的定位点不一样 他的比例词不一样 所以比例词差了快10% 因为比例词不一样 定位点不一样 你要把这两张图 完全的叠在一起 有困难 比如说现在我如果拍阿关的脸 然后我过五分钟再拍一张阿关的脸 我坐在同样的阿关都不动 我同样的拍 我要把两张叠在一起难度都很高 因为一定会有一点点的偏移 好 那所以现在新北市政府 公布给媒体的这个资讯里头 他并没有去解释定位点 也没有去解释这个比例 所以今天就有这样的专家告诉大家说 这两张图叠在一起 是有误差的 所以公务员做了这件事 公务员在这件事上有没有错 他给的土没有错 可是如果真正牵扯到人民的权利 义务 我记得了 这个东西去到喚宜就对了 你知道喚宜如果要处理土地 要去见戒的时候 那帝政策的时候都要拿仪器去扭 去现场嘛 不是从上面摔下去 可以说 跟他订家里 你知道叫订那个庄嘛 订家里的时候就弄得很准 可是现在因为在选举到政治工坊 我没有说新北市政府弄错图 可是新北市政府丢出来这些图的背后 他并没有把这两张图是 在同样的基础上去做套叠的 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 也就是说不能够用这个图就断定 这个房子是后来才长出来的 没有错 就是像我们拍照的时候 为了把阿关弄得很漂亮 旁边的人全部都变形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照片 就是为了修其中一个人修得很漂亮 全部都变形 那这都是有 所以今天去对的时候 就包括旁边这一些 这一些都长得 这个比例都不太一样的时候 就会让这整张图看起来 包括从这个 因为这个只能从天空拍 从这天空拍的时候 基本上就会很难去对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去谈那个户籍 我再补充一下那个户籍的事情 有什么有门牌号码 门牌号码 政府要笨一张门牌号码给你 就是找一间房子 我们不要说这间房子 有使用执照 它是不是违禁 这里有一间房子 你去跟政府说 我要一个门牌号码 它就给你 这什么人就有了 廖先祥 戚子追梦 那间是什么 整个都嫁 整个都违禁对吧 它有门牌吗 它有门牌 所以有门牌不代表它是违法 那有些有水电 不代表它是合法 有户籍跟有门牌 这整个都不一定 这门牌不能代表违法还是合法 对 这门牌就代表有这个建物 表示说有这个建物而已 跟违法还是合法不相关 门牌的这个东西一家 有门牌油彩在那里送信 所以今天油彩公有 有这个门牌 我经常送去整盒 这里有嘛 好 但是这件事情 你不能说这是幽灵 刚刚新北市政委说这是幽灵 如果是幽灵 就没有那个门牌 我相信有门牌 一定有那个东西 一定有那个建物 这是那个东西 违禁不是违禁 那是另外一条 但是不可以说它有门牌 那可是呢 那个地方是一个幽灵 那这听起来就逻辑上 好 我们来听卓冠婷的说法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再来论谁是谁非 新北市政府给媒体的资料 还有另外一张图 更恶劣 来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也是昨天给的 那我今天早上比对出来的 他给另外一张图说 你看 民国75年跟94年 两边对起来 84号的位置不一样 没有84号 只有85号 所以84号位置不一样 门牌会飞 你知道吗 以他们的逻辑是门牌会飞 房子会飞 两个空造图的比例不一样 我说你们真的太瞎了 民国94年的图 比民国75年的图 小了10% 你可以这样比哦 你可以比例子都不用还原 就比对哦 可以这样搞哦 比例子不可以直接对哦 然后就证明说 哦没有没有这些房子 后两边套图对上去之后 找不到 那你们这种只是被我们打脸而已嘛 侯有理你害你的公务员被打脸嘛 侯有理你指挥你的公务员被打脸嘛 那未来监察院跑得掉吗 未来如果告意图时 还不让选跑得掉吗 你是叫你基层单吗 这背后你是长官指使嘛 好我们要持续来讨论 来庆德的老宅 不过现在前立委蔡正元 已经加入我们讨论 郑元兄 其实 违章建筑是小事情 因为全台湾有违章建筑的案例 大概没有一百万建 也有五十万建 但是总统候选人就不是小事 我们会对总统候选人处理自己违建 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要求他的态度 其实这问题出在态度 不是出在这个违章建筑的实质 第一个我是建议民进党政府 不要去辨说 这是好像不是违章建筑 因为你国土署弄哪个 会让人觉得说 你营建筑明明写得很清楚嘛 没有建筑执照就是违章建筑 这是你营建筑自己规定的 那你国土署说 因为所有的没有 没有还就是没有啊 这是我觉得这样的辩解 会让人觉得你不是很诚恳的面对问题 没有人要你马上拆啊 有吗没有啊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处理你的公益心通话 我是觉得弄这个花样 就少了一个东西 I'm sorry 这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要有的态度 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来自于是 当新北市政府说 我用这个图字套进去之后反推 我其实觉得最糟的是反推这两个字 为什么推定不是事实 我想蔡委员在这边嘛 刚刚所讲的其实委员的那一段 叫做诉诸于情感的层面 因为讲态度嘛 可是民进党现在争的叫做 那你事实的认定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了啦 事实认定它是违章建筑是没错啊 对嘛 就以现况来说 新北市政府的用词叫做 它是寄存的违建 民进党现在说法叫做寄存建物 它的差别在于是我是本来有 但我是装修或什么的 但我理解委员的那一种 寄存建物也有违章不违章两种嘛 你是真正的干什么呢 我现在只是说 因为当新北市政府为了要强调说 你今天民进党或赖金者讲的 不是事实的时候 他拿一个他据以认为 叫做证据的东西叫做套图 他把图拿出来套 你刚照了一下 就他把这个图拿出来套 我想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大概对拍摄以来 有点概念你就会知道 如果我今天是在这里 我从这里拍 跟从这里拍 当然效果不同 会不同嘛 现在真意点就只有这个 所以我刚讲说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用反退 这是很糟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我们在国土测会这些 蔡委員一定有经验嘛 对我知道 你如果是怕所有的 你跟台北市就好了 你如果在路边有看到 一个小小的那个凸起物在路上 那个就是人家做那个 基准量测的那个量测点 你知道全台北市有多少个吗 我以台北市做例子 台北市有五万个 庄啊 就那个小小的那个庄在地上 我刚刚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 就表示还是得实地量测 不能光靠空拍图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有过一次 全台湾做大清查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九二一 因为那是台湾太严重了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说新北市政府 你今天是用公权力的单位出来讲说 我认定你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他认定是违章建筑没有什么错 他现在是跟你一直在跟你强调 就是说什么九二年 他说因为这个什么六八到七三的时候 他认定的根据 现在在讨论是你认定的根据到底 他的图是说六十八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所谓的八十四号 因为你是用你手上拿着这两张图去套 这张图是来新北市府 发给媒体的对照图 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四年 如果以这个空拍图 八十四号民国六十八年 八十四号是没有房子的 到七十三年才涨出房子 所以用这个逻辑说 他是寄存违建 他据此推就是说 你其实不是在六十八年就有的 但我就讲这整件事情 其实对大家觉得说 我们早期确实有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户政跟地政都拆开 下面你就走你的 刚刚讲到违建 我跟讲台湾现在还有很多 台湾的农地工厂 我告诉你都违法 但是对不起 水电要不要 可以签可以签 税要不要缴 照缴 门牌也有 但是他是不是违建 税倒不太一定 别人讲税务 政府没关系 我同意任俊兄讲 税务系统 地政系统 跟营建系统 三个系统 有很多地方没有整合的很好 这是个事实 我们不要去否认这个事 好不好 我们稍微修正一下 照顾康斯说 这是一个两百二十八平的 不像公聊的公聊 应该这么说了 来博弈 好 我们讲 现在蓝银以及赖伴 他们最大的差一点是什么 刚讲的我觉得有点误差 第一个是蓝银认为赖庆德老宅 叫做寄存违建 而赖伴认为他们叫合法建物 就讲白了 他们认为他们是合法建物 他们的房屋是合法的 连违建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违建物 你是合法的 那我就用新北市政府的态度 来讲一下 为什么他们认定为寄存违建 很简单 新北市政府讲很清楚了 在民国一百年六月的时候发布了 新北市政府合法房屋证明处理要点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房子是要处于合法房屋的话 你存在的时间 必须要是在民国 七十年二月十五号之前 就要有这个房屋 你才叫做合法 而且你没有任何的 新建修建改建等等的问题 的老旧建物 才叫做合法建物 但问题是根据我们空拍图 新北市政府 修设也不行吗 也不行 修建改建新建都不行 修设不能动到墙壁跟屋顶 对 就是土土颜色可以 对 你不能够变大 不能够变大变胖变胖 主体建筑不能够有变更 但是你如果内部 譬如说 我就是币的 没办法 我内内在建 看不到 所以新北市政府认为 它是这个所谓的 合法房屋的规定是如此 而且是有明确法律规定 但新北市政府调出来了 国土社会署中心 在民国七十年左右 这个dayline的时间之前 现场赖金德老家 还是荒芜一片 他们认定是荒芜一片 所以认为赖金德老宅 是在七十年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他认为他是寄存违建 并且还符合了 但是照民进党的说法 是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对 对吧 所以我说这是新北市政府的讲法 就是他认为套出来 七十年的时候 他还是荒芜一片 所以根据这个所谓的 新北市这个合法房屋的要点 他是属于违建 而且他也符合民党自己讲的 九十二年的时候进行了翻修 新北市政府 寄存违建的规定 是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号之前的 都叫做寄存违建 所以他是在九十二年翻修 然后在七十年之前是没有的 所以新北市政府直接认为 赖清德的老家叫做寄存违建 但是对于赖清德赖办的回复是 没有 他认为完全就是合法建筑 他认为空造族定位是错误的 并且还加码说 新北市政府提供了错误的资讯 意图使人不当选 有违反行政中立的问题 那我就讲了 现在赖清德老家问题这么严重 双方各说各话 我倒觉得后面那句话就不用讨论 你直接去告他啦 如果卓冠婷你真的认为 新北市府到底是不是 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件事我们不用讨论 对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没有 因为民党发言人认为 他是一族使人不当选 而且他认为赖老家 是因为空造族定位有错 既然这种状况 双方各说各话 一定是交由第三方来决定 用法院来决定 到底这空造族套会 并且回推是对是错 如果是对的话 那抱歉赖清德 整个民进党要出来道歉 因为你讲出一族使人不当选的话 如果证明赖清德是对的 那么就还给他一个清白 我觉得才是正常的做法 而不是只是用口水战 只是互相的咆哮 互相的指责 这个对于事情的厘清 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1月13号就要回票 对不对 所以现在交给法院判 其实对民众来讲 有一点原水就不了进货 我要补充一下 从来没有说过 他叫做合法防射 他叫做寄存防射 寄存防射跟合法防射 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矿区 他的法律定位不明 连新北市政府都知道 所以他108年 109年 都有行文到内政部 内政部也没有去处理 好 这是历史工业 中央地方都有问题 重点来了 为什么在选举期间 只有赖清德这一栋 去被认定 用空拍图认定成寄存违建 赖清德有没有大家 全部都寄存违建 全部都是 这就是问题 这就问题来了 2000多户的中府里民说 如果变成是寄存违建的话 我该如何是好 所以才引发明月 就是列管缓拆 这是绿营在特别挑拨 寄存违建就是列管缓拆 我们不会去强拆 所以我要讲说 为什么在选举期间 你才去认定是寄存违建 不是 在109年的时候 你也是不去认定 你也不去处理 你什么时候认定不是重点 认定结果是就是是 认定是就是是 法规规定 它是寄存违建 就是寄存违建 议员认定寄存违建 可以只用空拍吗 我们议员常常在处理的时候 认定寄存 都要去找历史资料 新北市政府全部都找了 所以他才会说寄存违建 不怕你来查 怎么没有找 来来来 这很基本的态度 来 郑元兄 违建就违建 不管你几千户几万户 林申公园 南京东林申公园 整片都是违建 全部拆光了 何止是一千户 对不对 大安申林公园 以前全部都违建 几万户 全部都拆了 为什么 是有没有必要拆 这是一个问题 政府要去施政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离更高位阶的 营建署的法律规定 没有建造就是违建 那接下来 你不能说 因为程序想要改变 法律上你没有改变状态之前 你就是违法 然后你不能说 因为我去韩想要改变 所以我现在就是合法了 这个法律上说不通 对不起 我们平安心讲 依法论法 如果这个行得通的话 你这个马上认定 这些都是合法的话 那我请问你 台湾的所有的山上盖的庙宇 都被认定为合法 但是没有拆 通通就跑来吧 你给我合法建造 因为这个地方叫什么 三坡地保育地 然后三坡地保育地里面 叫做矿业用地 你知道它卡两个法律 我相信 基本上就很清楚 三坡地保育地要取得建造 南上加南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好 那可是不太一样的 通通三坡地保育地 我们内有很多三坡地保育地 说拆就拆 就这样子 来 阿参回忆一下 我是想这样 刚才保育黏一大堆 拆卫健有关系 你就不要 好有意 你相关的人 也有这个东西 请李保育再来说一道 这两个不同的事情 违健就违健 我管他是谁